北京时间9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 随后,白金汉宫将半旗致哀,民众也自发在城堡外悼念。 据英美称,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73岁的查尔斯王子随即成为英国的新君主。 她的伴侣康乌尔公爵夫人卡米拉也将成为她的王后。 英国的全国哀悼期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到女王葬礼,预计葬礼将在女王去世10天后举行。 英美称,女王的遗体将被转移到白金汉宫,可能会在那里停留5天。 查尔斯国王将在未来几天签署最终计划。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继承王位,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打破了维多利亚女王63年的记录。 在位的70年间,伊丽莎白二世已经经历了14人首相, 最早从1951年的首相丘吉尔算起,直到2019年的鲍里斯。 而最新上台的特拉斯将成为女王任命的第15位首相。 伊丽莎白出生于1926年,她的父亲就是乔治六世, 在当时,英国王储是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但是爱德华尚未一年不到,她就宣布把王位让给弟弟乔治六世, 伊丽莎白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 在父亲去世后,年仅20多岁的伊丽莎白继位, 开始了自己70年的女王生活。 在位期间,女王富可敌国,据国外主流媒体评估, 女王的名义资产总值约228亿银镑, 英国王室可以安居全球财富榜的前20位。 白金汉公表示,王室不动产管理局投资并管理着英国王室的财产, 其资产估值自2005年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达228亿银镑。 女王的一生看似详尽了荣华富贵, 到了96岁的高手,但其实,她人生中也有很多难言之隐, 尤其是她跟菲利普王子的婚姻。 伊丽莎白跟菲利普王子是远房表亲, 两人的高祖母都是维多利亚女王。 1939年,伊丽莎白在海军学校遇到了在那里读书的菲利普王子, 一见倾心,那时伊丽莎白才13岁,菲利普18岁。 为了跟女王在一起,菲利普放弃了王位继承权, 并改变国籍和宗教信仰, 在1947年跟伊丽莎白结尾夫妻入赘了英国王室。 两人婚后生了四个孩子, 分别是长子查尔斯王子, 次子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和威塞克斯伯爵爱德华王子, 以及女儿安妮公主。 其中长子查尔斯王子是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 同时也是英国历史上等待王位最久的王储, 现年73岁。 在女王去世以后, 她也顺利继位。 说回伊丽莎白二世跟菲利普的感情, 婚后女王的生活看似十分幸福, 但其实, 菲利普一点也不安分, 不仅多次出轨, 还公然跟情人出双入队, 甚至还有不少私生子。 媒体称, 她陪伴那些红颜的时间, 远远多于陪伴自己的孩子和老婆, 炸得明明白白, 简直丢尽王室颜面。 当然, 这些女王也都知道, 但是为了维护王室的体面, 两人完全过成了表面夫妻, 女王忍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生风流的菲利普也活到了99岁的高龄, 最终在2021年4月逝世。 而最让女王费心的就是长子查尔斯了, 她当年迎娶戴安娜王妃去出轨, 导致戴安娜发生车祸去世, 王室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 而在几十年后, 查尔斯的儿子哈里也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 不仅执意娶了二婚的18线女性梅根, 还退出王室成为平民, 甚至跑去了美国, 结果因为没钱了, 回头求女王让自己回归王室, 种种操作彻底败光了好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八日, 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 中年96岁, 她的长子王楚查尔斯继承晚位。 白金汉宫八日说, 伊丽莎白二世当天下午在巴尔莫勒尔堡去世, 国王和王后定于九日返回首都伦敦。 白金汉宫同日发布新国王的声明说, 女王的辞世, 对我和我家庭的所有成员来说, 是最悲伤的时刻, 我们生气挨到一位身受爱戴的君主和母亲。 9月8日, 在英国伦敦, 工作人员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告示, 安放在白金汉宫大门上。 英国首相特拉斯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声明说, 女王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 她是现代英国的基石。 当日, 在英国伦敦, 工作人员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告示, 安放在了白金汉宫大门上。 白金汉宫8日早些时候, 发布了女王身体状况堪忧, 接受医疗监护的消息。 她的多名亲随随即赶赴苏格兰。 当天傍晚, 王室工作人员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栏杆上悬挂了不告, 大量民众冒欲前往表达哀思。 还有不少人在温莎城堡外敬献鲜花。 伊丽莎白二世在去年4月, 其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后, 公开活动明显减少。 去年10月住院检查后, 取消或推迟多项公务活动。 今年2月, 她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6月初, 英国举行一系列活动, 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 她因身体不适缺席数场官方活动。 本月6日, 伊丽莎白二世在巴尔莫勒尔城堡, 任命特拉斯为新首相。 王室次日宣布, 女王推迟一场秘书院线上会议。 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出生, 1952年继承王位, 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将进入为期10天的全国哀悼期。 她的长子, 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位继承人, 查尔斯继承王位。 随后, BBC发布了女王的官方布告。 布告称,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长期统治, 以她强烈的责任感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她的王位和她的人民的决心为标志。 有人说, 英国女王的了不起之处, 不在于她拥有多少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不在于她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力, 完全是因为, 只要她站在那里, 就成就了英国的体面。 只要她站在那里, 美国在英国人眼中就是瞎巴佬, 英国王室再多的绯闻、八卦也会不攻自破。 在民众心中, 只要英国女王站在那里, 王室就依然是高贵、 骄傲、 优雅的象征。 英国首相特拉斯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声明说, 女王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 她是现代英国的基石, 如今, 伦敦大桥真的垮下来了。 1926年4月21日, 伊丽莎白公主出生于伦敦西区布鲁顿街17号, 是家中长女, 从出生就注定了她不凡的一生, 她生于英国的百年王室, 父亲是英国国王乔治武士次子。 伊丽莎白从六岁起, 接受起传统的英国皇室教育, 精通、法、西、德语, 在语言、艺术、历史上有很深的造诣, 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 1936年, 她的伯父训位, 父亲继位, 在英国王室是世袭的, 王位由国王传给长子, 若无长子便传给长女。 作为王室长女, 伊丽莎白被立为王储。 1940年, 她亲历二战, 为安抚无数因战争而流离世所的儿童, 她通过电台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 1942年, 她离开王宫, 像普通人一样参与抗战, 辅助地方勤务部队。 1947年7月10日, 在英国伦敦, 伊丽莎白公主和菲利普宣布订婚。 1953年6月2日, 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加冕为英国国王, 自此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女王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 1986年, 伊丽莎白二世于198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 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君主。 从丘吉尔到特拉斯, 女王在任位期间, 任命了15位英国首相。 而英国最新首相特拉斯, 就是在当地时间2022年9月6日, 被伊丽莎白二世任命的最后一位首相。 2021年伦敦奥运会,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演电影《007真人秀》, 以跳伞的形式来到开幕式现场, 震惊全世界。 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打破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63年7个月零两天的时长记录。 70年在位, 也是目前全世界在位时间最久, 年纪最长的君主, 可谓超长待机。 从人类第一次迈向月球到互联网时代飞速发展, 女王的一生就是几乎整个现代史。 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女王从少女到年迈, 岁月在更迭, 王冠伴随着她从容走过传奇的一生。 欲成奇冠必受其重, 伊丽莎白二世在位70年里, 统领英国王室实属不易。 70年来, 王室的诸多风波她都平稳地化解, 女王谢幕留下了传奇的一生, 让后人追忆。 她的一生是女性精彩的一生, 不是被皇冠傀儡的一生, 而是一个拥有强大自我的强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